老四 你说 我为什么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呢 我现在太纠结了 我何尝不知 你看 说到底要不要告诉大哥 不如说了 全征没准下子就玩真的了 要不如说大哥可就完全钻到你的设计套里去了 我太纠结了 你是不是觉得那些地下工作者 不都咋过来呀 太晚了 你们俩回去睡觉吧 你别呀 我们再陪你待会儿呢 反正回去也没事 大哥 你干吗去 洗手间 干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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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儿子 来 再喝点您奶啊 全针好点了吗 王叔叔 今儿复查没事只能出院了 你这头还疼吗 是 这姓全的下手也忒狠点 真是 他这拳子挨得不语了 那是因为没砸在你的脑袋上 所以你不心疼 再怎么着也是何东理亏 人家过年二十七了 博士读完工作也找好了 就等着跟你结婚了 你不然给人来这么一下 跟你你受得了 那也不能动手啊是不是 王蕊可是说了啊 要文斗不要武斗 咱俩这辈子就知道了 你说什么呢 我上班去了 爸 等我一会儿 儿子你又要走啊 你不是一宿都没睡 你再谈会儿吧好吗 傻玩儿去 你不是都请假了吗 我走了走了 爸 爸 我想重新跟全证登记结婚 你谁想通了 您不是说了吗 婚姻就是那两个字 你可忍 你可好 那我就忍了吧 如果婚姻让你这么委屈和痛苦 我倒觉得 你没有这么比方运强自己 真的 咱们爷俩四下十八了 昨天晚上啊 我躺着床就笑了 你这件事情这么做 虽然是太不对 可是 我还是挺佩服的勇气的 当年我要是有你这么苦的勇气啊 我就不和你妈结婚 甚至我早点和她结婚 没准我现在的日子 过得手段多了 可是当年我没有勇气这么做 所以这么多年来呢 我只能为这个买搭 我一直在琢磨 我也不想勉强自己 可是昨天晚上 我看见全证躺在床上 看到她爸妈看我的眼神 还有你跟我妈 因为我这事吵架 大半夜又把二叔叫到医院来 我扛不住 我真扛不住 所以我只能妥协 就跟你当年一样 我根本就没有勇气 迈出这一步 儿子 其实没有那么远处 你现在的情况 比我当年好一点 你现在只是一时就要迈不久 另一时就要迈不久 另一时就要返在门里头 你想起想退 你是可以选择的 可是我怎么选择 都会有人受到伤害 那我怎么办 哎呀 你现在的困惑 就是我当年的困惑 你要真问我怎么办 我还真没话 你不是过来人吗 哎呀 人是过来了 这个里儿过不来嘛 不是嘛 我才能够住 我还没有这样的困惑 你不过来 我还没有想到 你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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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跟全征 重新赠起结婚 虽然我没谈过恋爱啊 但是我感觉 经历过这一次事情之后呢 你俩这感情呢 没准当更好了 所以我觉得 还是结婚比较好 你真这么觉得 真的 而且我一直觉着 你俩挺合适的 老大 你这是真想跟全姐结婚 还是一比自责心里有愧啊 这你得考虑清楚了 全中姐人挺好的 你看这次你把人生成这样 人家都没对你怎么着 咱以后啊 好好对人家 就是 这全姐不光人好 这身体还特棒呢 这一般人吃那么多片安眠药 就算抢救过来了 也得床上扔个十天半个月 你看咱全姐 一觉就好了 立马出院 那叫抢救及时 你懂什么呀你 原来这么回事 行 你们俩能不能聊点别的 鸡鸡歪歪 俩人吵二十年 不烦啊 你下午不还要相亲呢吗 几点 别耽误你车里的事 老二 你这儿一直窜窜老大结婚 原来是你想双喜临门啊 去 喜什么呀我这儿烦着呢 正琢磨着呢 你说我这是不去呢 还是不去呢 还是不去呢 我明白了 那女的是不是长得去呢 这巨难看啊 大哥 大哥 见过 我见过 看爸爸 这男的长得像妈 这女的长得像爸 是这一个吗 我知道何希凡什么 他相信那个女孩的爸爸 是他们科室主任 是他顶头上司 推不掉是吧 你看 你看 还是大哥了解我吧 那就甭推了 老二 我告诉你 这女人呀一到晚上 这啪 蹬一关 长得全一个呀 我呸 老大 你别指我啊 我可没什么好办法 人家要上班正请工作 要不 你俩约超市 没准我能帮上你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带他来买拖吧 现在正买一送一呢 快快快 我 你还是发扬了点风口吧 男女方面 你不是自称专家吗 哎 行行行行行 你说谁让我这不爱上班 却总爱助人为恶呢 真长那么难看啊 你 现在是两点四十分了 对方应该还没有来 你记住 你手里的这束百合花 就是你跟那个女人的街头暗号 也是我们的行动暗号 只要你把这束花交到那个人手里 五分钟后 我们就来解救你 哎 等会儿等会儿 我能先问一句吗 你们打算怎么解救我呀 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 但是我们一定不会 给这个女人爱上你的机会 那你别让她恨我呀 是 人长得是丑了点 但长得不好看 也不是她的错 行行啦 别磨叽了 成了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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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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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换的是我 就给他碗里下药 我才不自杀呢 你说被男朋友主动提出分手 就已经够在面的了 我还虐待自己 那不成斗鹅了 那我大哥正在犹豫 是要下决心跟他斩钉截铁呢 还是继续跟他好下去 是我有心理问题 还是你有心理问题呀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我说行吗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能说说分手的理由吗 说心里话 我不知道我们两个 算不算谈恋爱 我们俩是父母偷朋友介绍的 就是相亲那种 在一块儿见了面 觉得互相条件还不错 就相处下去了 确定关系之后呢 就奔着结婚主 可我觉得 那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或者说是两个人 为了这个事一直在磨合 你觉得这算谈恋爱吗 不是所有人 不都这么过来的吗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事开始的时候 我是这么想的呀 可是到后来 到后来我总觉得缺点什么 缺爱情 还是嫌爱情 不过轰轰烈烈呢 我知道了 这会儿 你肯定觉得我特混蛋是吧 我换个方法问吧 你这三年给她所有的信息 是不是都在往婚姻围城那儿走 是 走到门口 你跟她说你不想进去了 她肯定接受不了 你说要换了是你 这女孩跟你到门口 说她不进去了 你怎么想 我肯定撤了 不是 你肯定在想 合着这几年你逗我玩呢 可能对你内心的创伤 让你这辈子 对女性都怀恨在心 说是说男女平等 性别上的差异 不得不承认 你们男人的魅力 可以保持时间很长 对女人来说 最好的时光就那么几年 你不能跟人家好了三年 说分手不爱了 就希望她跟个包袱似的 滚得越远越好 建立感情需要时间 分手同样需要时间 小姐 你的意思是让我大哥 细水长流的分 那还分得了吗 不是大哥 我是觉得你跟全征 还是别分得比较好 全征 对 就是我大哥的女朋友 就算你真跟她分手 也希望你不要伤害她 我们医院有好多 因为失恋导致精神分裂的病人 我相信你不愿意看到 这样的结果 还有 你女朋友身体的伤 可能已经痊愈了 但心理的伤 还需要治疗一段时间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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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我这辈子不会再爱上别的女孩了 喂喂喂 你说我掉一地鸡皮疙瘩 二哥 咱别犯花痴就吗 我是认真的 那你也是一认真的花痴 不信 你要是真喜欢这个女孩 就大胆去追 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到现在 我都没有碰到过 让我一看就心动的人 所以 放手去追 要不将来你会后悔的 我要是去追她 她会喜欢上我 你不追 怎么知道她不喜欢你啊 我没追过女孩 没什么经验 算了吧 问她还不是我自个儿琢磨她 我 行啊 你们俩聊着吧 我先走了 干吗去啊 履行我这三天的责任 去找全正 向她求婚 全正 你怎么来了 叔叔阿姨呢 就你一个人 来干吗呀 我来向你结婚 什么意思 我是说 等你病好了 咱们两个 就重新登记结婚 我保证 这一次 这一次我 是不甘情无怨的 干吗委屈求全呀 我又没逼你 我是自愿的 那你不打算 重新走一回青春了 都走了 何东 你别可怜我 我虽然很想嫁人 但是我不会嫁给一个 不爱我的人 全正 你先走吧 我哭了我要再睡会儿 把花儿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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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行了 行了 还没打理 你说她怎么就拒绝了呢 这哥谁谁都得拒绝你 说甩我就甩我 说跟我结婚就跟我结婚 多没面子呀 那怎么着 我还撑着啊 当然得撑着呀 这君女朋友 哪有一次就成的呀 更多夸你现在可是求婚啊 那不是也有一见钟情的吗 一见钟情在我心里 就是一夜情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那我跟丁湘算什么呀 你那充其量就算一厢情愿 那我明白了 那全正现在对大哥 就算是一厢情愿 你开窍了吗 真的 那我突然间发现了 大哥 此时此刻 我特别能够理解 全正姐的心情 你还是跟全正姐结婚了吧 你开窍了 我迷茫了 看看你 不会的 不是咱俩你走吗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权真 丁香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有事要路过 先到过来看看你 谢谢 咱俩好多年没见了 博士读完了 我都工作了 差不多得有三年了吧 是啊 时间过得真快 也不对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住院啊 我不但知道你住院了 我还知道你为什么住院 你把我说活动了 这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新的电话 你要是出院了没什么事 你就打给我 我们好好聊 那行 我先走了 好好的 安定语 好好的 快走 来 走 丁香 这么巧啊 又看见你了 是挺巧的 不过你别误会 我不是来看你的 没事 没事 我能看见你 就已经很高兴了 这花 送你 还是玫瑰花啊 这不是送我的吧 当然是送你的 自从上次跟你见面以后 不知道怎么了 就预感咱俩能够再见面 所以就买的是花背着 你瞧 我这第六感挺零的吧 不管真话假话 这话我爱听 收下来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可以每天给你送 好啊 你敢送我就敢收 那就那么收定了 晚上有空吗 一起吃个饭呗 你有空啊 我当然有空了 但我没空 那 那行 那就改天一起吃饭 改天吧 再见 缘分 真是缘分 爸 见了 见了 你怎么样 我能问你个事吗 这丁香是丁主任亲生的吗 应该是啊 没听说娶二方啊 嗯 怎么了 漂亮 啊 特别漂亮 真有那么漂亮 真有 这么着 过两天 我去给你把把关 我说爸 这事您能不掺和了吗 您介绍完就完了 剩下的事 我能自己做主行吗 行 那这事你就自己掌握 啊 成 我走了啊 我先来一个疗传的 看看效果怎么样 我先来一个疗传的 看个效果怎么样 才能结婚了 嗯 不反悔了 不 那我劝你啊 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啊 这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 妈就是想啊 你看你们俩还没结婚呢 她就以自杀为邪了 将来要是你们俩结了婚 那家里谁听谁的呀 儿子啊 你要不想结婚 那咱们就不结婚 回头妈找一个更好的给你啊 不是你消停一会儿行不行啊 你这两天 还嫌咱们家不乱说着 你知道什么呀 我这是为儿子 以后的幸福着想 你懂吗 再说了 我可是听说了啊 吃那么些安眠药 对身体可不好 以后啊 容易怀孕 您想的也太多了吧 我说你啊 初和他俩在一块儿呢 当初是你们啊 现在要拆散的还是你 这叫此一时彼一时 你懂吗 我过去吧 觉得全城这孩子啊 挺温柔的 没想到这回 他怎么这么倔啊 你这是给咱们儿子找媳妇呢 还是给你自己找跟班的呢 你想抬杠是怎么的 我哪敢呢我抬杠啊 你别来劲啊 您要是不满意 您就直说 我直说怎么了 你怎么着 等我等下等我等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俩要吵架 是吧 等我走不再吵 儿子 你别着急 天下好姑娘有的事 你再想想 妈呀也再给你选一选 好不好 好 护士护士 你好 丁香大夫的办公室在哪 你好 看心理门诊的话 要提前预约 知道 我是她父亲的好朋友 找的有点事 走到头 左边第一点就湿了 好 谢谢啊 对不起 请问丁香女士在吗 我是京东生土豆沛总员 这是您的花儿 请亲收 老丁啊 爸 您干嘛去呢 那刘大夫转得好几趟了都 儿子 不错 抓紧拿下 什么拿下 丁香啊 爸 您不会一大早起来 跑神经病院 看丁香去了吧 我不是说了帮你爸把关吗 这老丁啊 这费多的劲儿 使多的能耐 生出这么好的一姑娘 这样 周末 你把她带到家里吃个饭 啊 不是 人丁香还没同意做我女朋友呢 我怎么把人领家里来啊 没同意 嗯 那不应该啊 那老丁托我的事 那他怎么不同意了 不过这事儿深重点也好 假如你要跟丁香在一块儿谈恋爱 那老丁就是你的领导 那这关系还不好处啊是吧 得 哎呦 白高兴一场 不是 爸 您堂不这样吗 我现在啊 已经喜欢上丁香了 而且这辈子我非丁香不娶了 不是 这就非她不娶了 对 非她不娶了 那这样 那你就得抓紧 这年头朗朵肉少 是漂亮的姑娘 谁都惦记着 我到她医院长这几分钟的时间 我就看有人给她送花 你抓住现在那就是抓住未来 知道了吗 这老大跟全姐马上就二婚了 你说咱俩知道那点事儿 到底是让她烂肚子里呢 还是公之一众 这你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我哪敢随便拿主意啊 要不还是你决定吧 你少把邱光往这儿提啊 这事儿是你爸先发现的 我说谁规定 谁规定先发现秘密的人 就得先告密了 我可担不起这责任 那要不这样吧 晚上约上大哥 咱们找一店儿 先摸摸他的底 然后咱俩再现机行事吧 我说河北 要不啊 咱俩谁都别管大哥的事儿 结不结婚 是他跟全弄的私事儿 咱俩老唱会在里头算什么呀 你以为我想管这事儿啊 那谁让咱俩赶上了呢 咱俩手里掌握的信息 对这件事情 取得了关键性的作用 师傅 人本脱不了干系 师傅 请问 叫什么叫 没看这忙着呢嘛 别耽识 喂 要不就这样吧 我晚上订个店 你等我电话吧 行行行 先这样吧 先挂了啊 你人人怎么这样啊 什么态度吗 我态度怎么了 我就问你 这俩有什么区别 这俩拖板有什么不一样 你自己不会看吗 用得着问我 那我不是得知道 哪个拖替效果好吗 想知道哪个效果好是吧 挨个买一把 回家自己试试 我凭什么都买回去啊 你是卖这个 不问你问谁啊 你才是卖拖板了呢 你怎么骂人啊 怎么了这是 老头有病 谁有病啊 不好意思 他那个新来的 新来的就能放横啊 不行 我得找你们经理去 那你赶紧去我干什么 你就从这走到头 往左一拐就到了 河北少说两句 去去去去啊 去去 师傅 有什么屁 河北我告诉我 你别以为你是老板叫来 我就不敢治你 您治啊 千万别受软 没说不让您治啊 这可是你逼我的 我可没逼您啊 我这是求您哪 我求求您了 您快治我一下吧 我求求您了 求求您了 好 求求您了 反正老板现在出差在美国呢 还得一个月才能回来 这个家我做主 你不是求我治你吗 我承认您 打今儿个棋 我就对你实施停薪留职处罚 等老板回来之后 再对你进行进一步处理 那我真得多谢您了 你 你 谢谢 谢谢 这下小座 我听说 我听说 我看你这样子 要跟我进行 不得房子 然后 其实 你 准 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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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老吓我 不过我告诉你啊 这事我只跟你一人说了 从你这这锅打住了 不许再往下传 我也告诉你 你要敢对我不好的话 我就死给你看 不行的话 我就先把你弄死 然后再把我自己弄死 我发现我最近遇见这女同志 怎么一个比一个狠呢 这最狠的还在我身边 当然了 你要是对我好的话呢 我就会对你更好 跟唐一样 骗子 得 还是得死 我还是不太满意 等咱俩等完机以后 再慢慢挑吧 咱这一天可逛了四家店 就没有一件喜欢呢 那是因为你没有一件不喜欢的 我觉得都一样 都一样 都一样 没有 关键是穿衣服的人 你漂亮 穿什么都好了 什么时候嘴巴变得这么甜了 我这不实事求是吗 算了 不说这个了 今天晚上去哪儿吃饭 河北刚才给我发信息 约河西 晚上一起吃饭 一块吧 我不去 没事 你们兄弟三个聚会 我去干吗呀 我就不凑那热闹了 再说了 今天晚上 是你最后一个单身之夜 我放你一马 老四 老四 我总觉得吧 咱们这么做 有点不太厚的 就两条路 一 今晚上咱兄弟三个 就单纯吃饭喝酒唱歌 什么也不说 二 咱们把事情的真相告诉老大 让咱自己去做选择 那我还是觉得第一条路比较靠谱 行 那就这么定了 好 你们俩来得够早的 大哥 老大 快 来 走 老大 今天晚上咱兄弟三个 就庆祝你跟全姐二婚了 什么 不不不 第二次登记 第二次登记 我发现这什么话 从她嘴里说了什么 别变了 来来来 无罪不归 来 无罪不归 在山地那边海地那边有一只蓝精灵 那婆婆又聪明 那婆婆又聪明 那婆婆又历灵 那所有自在生活 在那绿色的大森林 她们勇敢善良 婆婆又温极 好可爱的蓝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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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结婚了 结婚 我们当本郎 我要结婚了 我要结婚了 我 wanita 我精灵 我秋啊 不求我 我cesso 这也算是喜apanel 我怎么看得像痛不欲生啊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大哥 奇怪 下班了 你去哪儿呢 我喝完了 我喝得久了 开不了车了 你现在赶紧过来吧 好好好 大哥 姑娘 这一时半会儿醒不了 憋死我了 终于能说会儿话呢 我说你们几个是金有迷吗 何东哥都这样了 你们也不把真相告诉他 什么真相 全人节假自杀呀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何东哥 我错了 我 我就是胡说八道 何北 你说两句啊你 你啊 你以后说话之前能不能先做过吗 那大哥还在车上呢 张队就来 这不何七哥说人一时半会儿醒不了吗 也对啊 老二 你不是当医生的吗 睡不睡觉你看不出来啊 怎么又赖上我了呢 明明嘱咐过你 这件事除了咱俩之外 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谁让你泄密的 可我已经嘱咐过唐娇 让她保密了呀 是她自己先说出来的 行行行 别吵了 都是我错还不行吗 那本来就是你错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道歉去 你现在道歉已经晚了 你看着吧 俩人明可真登不了界 就这么给拆了 这俩人就要你给拆了 想问什么呀 现在可以说了吧 那天晚上 你是怎么去的医院 你笑什么呀 葛东 我今天一天都等着你开口 来问我这个呢 我早就有预感了 你明天不会 踏踏实实地跟我去登记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么了解你 从那天晚上到现在 你一直都很想找到一个 不可我结婚的借口 只是你一直没找着 我需要找什么借口啊 你很内疚也很自责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 你必须对我有一个 结婚的承诺 你很痛苦也很委屈 但是你没办法 今天你终于找到了这个借口 所以你毫不犹豫地就来找我 来质问我 然后和我划清界限 对吗 权权 我来找你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可以啊 我可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那天跟你分开之后 我的确是想去死 我的确是想去死 只是我没有那个勇气 我只不过是想好好地睡一觉 可是一闭上眼睛 我脑子都是你 全是咱们这三天里的电影 你 我怎么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一夜之间 我们的感情就走向了谷底 为什么一夜之间 我们的感情就走到了深渊啊 为什么呀不得了 我睡不着 我就吃了一片药 还是没睡着 我也吃了四片 我当时就想 如果我真的醒不了了 我也认了 可是后来我醒了 醒了之后 我发现我自己在医院里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信不信有你吧 知道了 我等你见着我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跟你说 但是你今天把我逼在这份上 我是不得不说的 你跟我说 要重新走一个新春 其实我还是挺态度的 可是现在看来你根本就走不了 我没走啊 这不是回来找帮你了吗 不用你可怜 知道为什么走不了 因为你幽柔寡斗 瞻前顾后 你怎么走啊 你说你不高兴 你不痛快 你活该不高兴不痛快 那是因为你由于性格造成的 你是不是还要辞职啊 别辞了 你也辞不了 你就一辈子在你单位那小格子间里面忍气吞声 看别人脸色活着吧 距离一向往的时候会越来越远 我之前也很痛 今天我终于弄了云丸 因为你根本就没断难 全正你说什么呢 我面对这么大压力回来找你 还是我的部队了 我说完了你也听完了 咱们两个人明天还去登记吗 你什么意思 还好我已经试过回杀了 再见 这合同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这不说好了吗 明天去登记 怎么又反悔了呀 不是他反悔的 是我反悔的 我都让你俩搞晕了 你们玩的到底是哪一出啊 郑郑啊 是不是何东知道 那个安眠药的事了 知道了 我告诉他了 傻丫头 您为什么要告诉他呢 瞒也瞒不住 他早晚能知道 与其让他误会我 还不是我自己澄清的 宁可他付我 我也不服他了 我就不明白了 那何东到底有什么好啊 值得你为他这么做 我睡觉了 不接就不接吧 留得青山寨 无怕没柴熟 总有一天 我能抱上孙子 但愿先生那边 别再说什么事就行了 但愿先生那边 别再说什么事就行了 我会把整个小翅筹 说什么事就行了 我听说那是不二的 我贵了 都不应该 你很贵了 不应该 你欠缸准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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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才来上班 我以后不想来上班 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这是怎么回事啊 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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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全征 湾比人找你 全征 我不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这人嘛 就是有时候有点二 你说我要不多嘴的话 这会儿你跟何同哥 都已经登记了 要不你打我一顿 这样 我今天把小命交给你 你怎么痛快怎么来 行吗 算了 就算你不告诉他 他也会知道的 这就是命 你原谅我了 我就没怪过你啊 今天要不是你来找我 我都不知道是你说的 我这人嘛 就这毛病 我要真觉得自己没错吧 你拿刀架着我都不会认 可 我要觉得自己错了吧 不让我认还不行 那好吧 我接受你的道歉 走 你跟何北是怎么认识的 我不是在酒吧上班吗 他常来我们那儿玩 这一来二去不就认识了 你爱他吗 当然了 我这辈子就得跟他在一块 他还经常说 说他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这一般不是女孩说的话吗 这不重要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必须跟他在一块 怎么就这一个亲人啊 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 我是跟着爷爷奶奶一块长大的 后来爷爷奶奶也去世了 他们各自有了各自新的家庭 都不要我 还好我已经长大了 后来遇到了河北 他可不就是我唯一的亲人吗 我说这些不是让你可怜我 你觉得河北哪儿好啊 这个我 我还真没想过 你说要论长相吧 他长得还行 虽然不是那种特帅的那种啊 要说事业的话 他现在顶多也就算一会儿吧 家里倒是有点钱 不过不是那种富二代 跟那种那差很远 那你为什么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啊 因为他能逗我开心 能让我天天笑 现在好多男人都以为女人只爱钱 所以只知道天天给人钱 其实我觉得这特没劲 但是河北不一样啊 他就算是没钱 他也能让我特别开心 跟他在一起啊可有新鲜感了 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 你说遇到这么一个能让我开心的人 我能放过他 真是羡慕你们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 幸福就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你要是爱河东哥 你就应该用烧杀抢掠 不管那种手段把他抢回来 不能委屈了自己啊